我們現在就回到柯港 終於回到柯港 我們這地方叫台灣 這個名稱大概是 剛開始是台南一個小地方 今天是安平的地方 然後後來呢 流行船來的時候 把台中叫台灣 準備搬到來 然後後來 有一叫 台灣民主國成立的時候 那台灣才代表什麼台灣 其實也沒有代表什麼台灣 基本上就是西班跟平原 其實說出來的老實說 到今天來講 我對台灣的認識 還非常淺乏 非常非常淺乏 如果你我是爬 有時候會去爬山 我覺得我對台灣人不認識 三日真是三日 我們不知道 很少到三年 那整個地方 被日本控制 開始打來打去 泰國之一 這是很後面的事情 然後 你知道 這是一個法西斯政府 台灣只是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所以在八八課綱 還包括之前 之前 之前就是 教育部編的課本 就放在中國市 根本沒有他的歷史 他們基本上把這個地方當成 這地方當中是沒有歷史的 然後後腿先明白 他基本上還是缺取的 我先研究這個地方 怎麼樣 他的想法 像人類學院 你不能要比目魚 變成私目魚 他是比目魚就比目魚 所以他好有 就台灣的風暑舊工 國語黨來沒有 國語黨來沒有 國語黨來 有問題是怎麼樣 你不懂中華民 你不能說國語 然後他把這地方改造 說地名全部都放進去 像我以前讀高中的時候 我們對面叫南台學 這南台指的是什麼 紫禁城那個南台 那是防北京 那裡還有天牌 那裡有林森路 他們紀念國民政府的一對 省政府的主席 國民政府的主席 那個路名 大概就是北京的路 不過那個國家是不正常的 所謂不正常的是 他不尊重在地的治癒 在中國就這樣 他隨意更改你的地 也不徵求你的同意 來台灣更是如此 小地方還不錯 他可以保留 狗地處 像我家那個 附近來了 那大的地方 就完全改變 他竟然就是把台灣當作是 中國的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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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 南宋 南宁 所以最近這一刻 正義 我們會講 正式王朝 正成後方 他們會覺得說 你就是要叫民正 就是南民的意思 這地方 就是 China 流亡 China 所以 會有這個狀況 然後 到八八課綱之後 終於開始講一點台灣 很少 只講市長 在高中來講 很快就帶過來 我們可以很清楚背出東北的特產 人生雕皮如拉長 搞不太清楚 嘉義特產 我們那個時代 他很快就帶過去 我們可以背出 龍海鐵路跟南的鐵路交會在哪裡 可是背不出 嘉義跟民雄之間的火車站叫什麼 有時候會這樣 這樣實在也是這樣 好 那終於到了九五站剛的時候 開始台灣人當總統 台灣史獨立承車 可是不叫台灣史 叫歷史一 一十二 一十三 就獨立 後來 九五 他是站剛 一個課綱大概用十年 這時候再推九年一貫 那 教材的銜金 需要一個 緩衝 就是叫 九五站剛 所以八八課綱下來 其實應該是九八 十年 一個課綱用十年 就用了九八課綱 我是九八課綱委員之一 我們就花了三年的時間 開了很多貴 那裡面 基本上有一定的代表 這次爭議當中 像周婉堯都覺得是 所有課綱當中 就九八課綱就好了 他的學者也都非常有代表性 不管是中國史當 還是七四起 他二十就是周婉堯 然後世界史就像是教授來講 就周兩台 當然他九八課綱也有些人 會被沿用 如果九八課綱 突然就被殺死了 那十四的時候 馬來九已經起來了 沒有任何人 這是經過公聽會 法師政權 法西斯國家有的特性 我們前面說 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法西斯國家的特性就是 行政權不大 行政權不大 九八你經過公聽會 就是民意的時候 民意過了 就有點像立法院 現在換了一個新的總統 換了一個教育部長 我說廢就廢 不需要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的程序 就是廢話 你的國文課本 我也幫你廢話 國文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引起一個 我昨天引起一個蠻大的爭議 我就是在爭那個國文課本 大家知道 日本的國文課本 他會告訴你 玉山啊 阿里山啊 旁的特產 香蕉鳳梨啊 有一刻 我們國文課本 國民黨政府的國文課本 講些什麼 奇今 下一天真好 余光中 鄉愁思韻啊 蔣介石 他到西六營 往上游啊 我是中國人 中華好偉大 好遙遠 不然就一大堆文言文 就讀歷史來講 有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 那個知識 跟你有沒有什麼關係 四個六營 其實這個國文課本 老實說 對我來講 其實我國文是 算是受益者 受益者 因為我國文 算是不錯 還是不錯 算是還可以 所以才能當律師老師 才要去畢業 才能當律師老師 可是我 快想一想 真的是跟我的時候 太遠了 這麼太遠了 我那天針對一個東西 就是說 所有地方 對我 課本 國文課本 一定會形塑 他共同的記憶 尤其是共同的悲劇 談共同的悲劇是什麼 像德國人共同的悲劇 我們以前好糟糕 竟然有像殺友開的人 他因為有這個悲劇 他覺得我們終於結束 那個法西斯國家了 電視線上結束 他沒有認為自己是戰犯 他說我們被解放 感謝 感謝 英美聯軍艦 聯合國人 把我們從一個 法西斯壓迫 北國人這樣解放 北國人是這樣看待的 他們會講 他們共同的記憶 我們以前 我們跟起來 我們害了一個小女生 她沒什麼錯誤 叫安妮 她被關在其中裡面 然後覺得她這個經驗 太特別了 不只我們德國人該學 全世界都要激起納粹的經驗 所以他們也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 說大家都要學點安妮的理解 所以她的高中生 也會學安妮的理解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英文課本 可是很扯的是 我們228 我們的白色恐怖 也有一些人 寫出她的經驗 像畫畫折折折 也有一些人 寫出她很悲透的故事 消失的兩者 她的意見消失的兩者 也是很不錯的 很漂亮的文學作品 可能沒有出現在 可能她的中學的國文課本 硬生生被判除 這國文課本 沒有辦法呈現出 你知道文學就表達清 沒有辦法表達出很清 才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那98起來就刪掉這兩個 過文課一個意思 好那現在後來就 到了101了 因為現在 到101課港 3點 沒有這個還沒下 在上面 好 那因為98是 點政府編 對她不爽 所以的話 不取消 就進入101課港 編了 但是101課港 就濃煙瘴氣了 編到一半 有些人就中途退出 像歷史老師裡面 在竹北高中林桂林 就退出 那其實我也 當然她重新另外找 她也沒有在找我 我也不大想教你 然後昨晚遙遠退出 退出之後 她說超扯 以前編課港 基本上國家 還是蠻注重這位富士 她不會干預的 就慶情你完了 編完了之後 就教會部長請你吃個飯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就是 大概公平會 就只這樣 她不敢跟動你 你要跟動有定的有成 可是呢 101課港在修訂的時候 根據昨晚的描述 昨晚有的描述 每一次開會 會議紀錄 我們共識要先來這裡 都要報到總統府去 馬英九連 要點不知道都會改 所以101課港 實際上是馬英九課港 她很認真去學 她自己點 她受不了 昨晚有的受不了就跑掉 然後也發文 講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做完完文章 然後 後來呢 再往下 2012年 2012年 這編完之後呢 編完之後呢 終於要開始準備用 現在開始在用 到高山再用 還沒真的考試 還沒有直考 高山還沒真的 這課本 拿去給馬英九看 馬英九看來就怎麼樣 超離譜 駐華民國首都總會在台北 嚴重違憲 高民國首都應該在那裡 我國最高峰 怎麼是玉山呢 違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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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開始要違調 他違調的時候 歷史學者覺得 這怪怪的 以前從沒有這種事 所以他發現找不到人 他找不到歷史學者 結果找了一個人 叫王曉波 其實藝林課剛他就有進入 他有一個叫做 檢核小組 成立一個檢核 就奇怪 以前課剛上面沒有一個 檢核小組 因為基本上課剛制定之後 大家一起排隊 就是看看實數啊 成立一個動不動 那課剛跟課剛之間是平行 但是跟教育部長之間 其實是有點平行 部長是很尊重他 沒有一個檢核小組 部長下面下一個檢核小組 檢核小組可以隨便動動課剛 那王曉波這個人其實是 其實老實說王曉波的生平是 很自動的民宿 就反省 台灣做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做一個法式之國 王曉波 他大概六歲左右 他媽媽就因為共諜案 這凡是恐怖事情 就被槍斃了 他爸爸 你怎麼知道你老婆是 肯爹 事情不好 那證據可能也不是很醜 就被關得清 結果他是孤兒 他孤兒 他可能有其他親親幫他 他讀書那也很認真 這句新讀上來之後 讀中部主學 也留在台大教書 等他三十歲的時候 他在這個世界上 他知道他在這個世界上 有個學生叫佛富小 他說我的邏輯為什麼零分 那時候教授叫櫻海光 叫佛富小 你課堂上 暗指我 你對我偏見 認為我是職業學生 我是很正常 你才給我打力 旁邊有六個學生起來 那個學生叫錢永祥 像民進黨的學學總顧問 他說 我是你的投資 我知道你就是職業學生 我就是職業學生 大家知道我們 馬上就是職業學生 後來事情就鬧得不肯開架 陰海光就被軟禁 在政大國外整形 台大學系所有的教授 全部被解憑 這個事情是跟王小國沒什麼關係 他還被解憑 三十幾歲剛好養家糊口的時候 國家這樣對待他 今天他已經到退休裡面了 我家說我需要你 這個國家基本上就已經有點像軍權 大哥哥你過來幫他 沒有任何歷史學生 他就跳出來 這個在心理學裡面稱為叫 四本各模正過全 那個壓迫結構壓迫到後來 你完全的內化 你不敢做任何的反應 而且死命漢人 其實不只是王小國這樣 中華民國大部分的國老師 也是這樣 國文不是教文學 教情感 教的東西應該是 你自己覺得很有感動 你自己覺得很有感動 國家評審 幫你決定什麼是對你很有感動 大部分國老師 我始終有父 這個壓迫他們的體制 其實老實說 眷村無話也是一遍 不要看眷村老河 眷村裡面其實常常就是像這種 彼此告密 今天我不告隔壁裡面 隔壁又告我 我告密 他這個恐怖把他抓緊 他死掉了 他說我可以 也因為得罪很多人 他覺得這地方很危險 眷村無話基本上是 但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那個喜悅 實色性能 喜悅其實也是這樣 他們小孩子不敢留在台灣 馬英九本子也是這樣 表面上好像很和氣 可是 就是 讓警方休息一下 再 然後你就進入這個 那 所以這個課綱有時候 就是自制的課綱 變到後面之後 大家都有點疯了 大家都有點疯了 試著各活這部群 他其實沒有反思 又幾乎去壓迫那個喜悅 他其實沒有反思 壓迫其他人 這個課綱反而交大家這種壓迫的事情 那麼課綱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你知道這世界其實大家時間都很少 好 好 課綱委員基本上是非常外行 現在目前裡面的課綱 我跟外行 剛剛我我其實我是在裡面 所以外行意思是 一切東西學上去 我們在座有學教育 課程怎麼規劃 有個非常有名的 叫布尼納 他說我們學東西 大概要 像羅學儀啊 盤旋上去 那盤旋上去是什麼東西呢 是 content嗎 是內容嗎 不是 盤旋上去的東西 是能力啊 所以我前面講 要會思考 要會sourcing 要會contagoration 要會cooperation 這個能力啊 而不是 某個東西 同樣東西在叫三個 我們整個台灣歷史教育 出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都交了三個 很多人會罵台灣是交三變 太無聊了 因為你都政治是取笑 其實不只台灣是交三變 世界是中風水都交三變 美國歷史也交三變 把它都一樣 不是舊子 但是就表示他 課綱的規劃裡面 那種人對課程的認識 是很糟糕的 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是外航的 就是能力界定三 好像在往下 其實比較多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交三變 為什麼你在台灣是中國是世界史 都從你出現 不是就是 國小學變世界史 國中學變高中會學變 那台灣史也是 國小學也是台灣也是 國中學也是 中國也是 而且學獵龍都是政治史 你知道政治史其實也是 其實老實說 還超無聊 你知道嗎 那一本書傳到哪 不知道大家看過嗎 他課本的頭是這個 這是講公共衛生的意思 他基本上是只講一個小專題 叫工業革命 一個學期就講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的影響 有個非常重大的影響 就是公共衛生 就像我們現在台灣 工業化 我們的公共衛生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吃的東西都是假的 呼吸的空氣都有PM2.5 水都是黑的 他們基本上 工業革命是這樣打 英國的歷史課本 國小到高中 他是不會醜 不會醜 他的課綱很厚 厚厚一點 我基本上是軟性 建議你可以開什麼課 從長大大 不會醜 然後你一學就怎麼樣 這可以國中勝利 大家還記不記得你們高中 國中全公的革命 我想應該只有一頁吧 當然是一本 他們裡面有些主題就是 比如說 監獄 規訓以懲罰 醫藥 中國也有中國 古巴 古巴 南美這個 非洲死 當然也可能就周世紀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不會醜 可是能力會越來越深 他們高中的課本很厚 你們現在讀大學 歷史課本應該還滿厚的 跟他們通牌介紹 他們公約隔壁就厚厚的一本 然後他們那個 他基本上我覺得 英國歷史教師到高中 他會告訴你死 不是學死 比如說 他講 第一次世界大戰 到底是誰造成 他會告訴你 剛開始大家都覺得是德國 所有歷史學家都覺得是德國 後來有歷史學家重新研究 德國外交的檔案全部畫出來 好像不是德國 大家都有責任 後來有了心 歷史學家告訴你 然後他已經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最賢 他想破壞 後來 1960年代之後 就覺得好像沒有 又是大家都知道 他告訴你那個 我們認識過去的變動 像中世紀也是一樣 而且對中世紀不熟 結果14世紀開始文藝不寫 他一直慢慢就告訴你 好像12世紀就開始了 現在告訴你 9世紀就開始了 我們他還有個歷史學者 叫花一芬 他的本書叫十字軍東征 他告訴你 中世紀一點都封建 中世紀沒有跟封建原在一起 這是比較過了一千年之後 歷史是不斷改型的 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做的事情是 State 我一直說 英國歷史教會書 大概就像這樣 國中沒有 國中沒有 他每個有一個一定的能力